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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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怎么也来了 张处来的比赛非得拉我过来 张处来现在人气挺高呀 人气 气人家对了 这么多人都是为了过来 看他被痛扁的 宝儿姐 张处来马上都要比赛了 你怎么还在睡啊 你不担心吗 我咋子好担心嘞 他肯定会应 对面可是轻浮身善士童 分风人气 哪里是张处来的 阿南 三十二强赛第三轮 张处来对善士童 请选手入场 不要人 张处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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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老天师这次是要利保张处嵐获胜 把天师渡和通天路交到他的手里 故随 张处来 我听说老天师这次是要力保张处来获胜 张楚兰 怎么回事 善士童人呢 善士童 善士童 听到请速速入场 还是没有找到 他也都找了吗 对 那个善士童要是不来 是不是算我赢了呀 善士童不能按时进场比试 试作弃权 胜者 张楚兰 飞骨 飞骨 我不承认 张楚兰 今天我就让你这个卑鄙小人 原形毕露 飞骨 飞骨 张清雯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别跑 你给我站住 我今天可以打死你不敢 不是说了吗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干扰比赛进场啊 我今天就是废一只手 我也要跟你打一架 小贼 艺人演武大会 可不是你寻投私斗的地方 刀姐 你放开我 我没有对了乌山步枪 也没有对演武大会不强 我就用太不惯这小子 张楚兰 要是个真男人 就跟我堂堂正正打一架 不知道这小子 又在耍什么把戏 整打一架 新大人 馋了吧 来个 我不馋 不馋 你流这么多口水 我不想吃 张春兰 你个无耻质毒 卑鄙小人 臭皮 besides 丧尽天亮 老二姐 没得商量了 干啥子 老二姐 要不我先跟他比一场 试试他实力 要是我赢了 那明天就不用怕他 如果我输了 我亲手把他给埋了 这不是赢了烟雾大会赛造 你说我会帮你了 敢打吗 怎么不敢 打就打 我先把他收拾了 再找你竟负女人算账 来 善哥继续啊 就像刚才说的 你只要赢了我 就可以去教训冯宝宝了 现在我经脉已经被你封住 正是乘胜追击好时候啊 你当我是傻子吗 跟你打了这么久 你一直拿我才给你卫招 善哥 我跟你们的经历还不太一样 我跟一人交手算上你 总共就四五次 要遇上一个你这样的对手 真是太难了 不过善哥你也不亏啊 跟我交手这么久 你没有发现你的弱点吗 是 你的单输确实很强 但你太依赖他了 而且你的单输是靠你的气来推动的 你输入的气越多威力就越强 但你的伸法就会变慢 所以你的攻击我总是能夺过 要不是为了尝试一下你单输的威力 我是不会为你集中的 善哥 接下来你可以尝试一下你气的分布 不过这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 毕竟都是老毛病了 善哥 你干吗 回家 我打不过你 我没有必要做你的陪练 更没有义务 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张楚兰 恭喜你 进入十六强 张楚兰 跟我堂堂正正打一架 这小子越来越可爱了 爸 他到底哪儿这么找你喜欢 你们慢慢挺吧 但是以后你们一定要和这个小子多亲近 张楚兰这小子 你怎么看 先接触接触再说吧 不用顾及老天师那边 他现在还不是天师府的人 你说老天师凭什么干涉他 咱们可以请他过来坐坐 脏龙选手又一次被打倒在地 只要能在这场对决中坚持下来 五灵龙就答应陪他吃饭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 脏龙的抗击打能力 可是一人中最强的 脏糙肉厚 不同攻击根本无法上去要害 这回咱们看看脏龙选手能否再一次站得起来 这才是男人该看的比赛 一起划行 脏龙为了跟玲龙吃顿饭下血本 脏龙就替你老鬼般抗打呀 脏龙选手快远时快远时快远时 脏龙 玲龙等你吃饭哪 闭嘴 还没有被打倒 但鸣鱼真人 还有耐心给他继续这样耗下去吗 别见了 穿豆 鸣鸣鸣 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可没那么容易被接到 饭店都订好了 我怎么能倒下 玲龙 我可以的 张鸣鸢 你要是像这么扛打就好了 每次一打你就哼哼唧唧的 这哪里是奴隶跟主人的样子 他的异能就是挨打 脏龙上场之前就已经跟陆鸣鸣打了赌了 他要是能坚持下来这场比赛 陆鸣鸣就陪他吃晚饭 为什么吃饭要坚持不懈地挨打呢 这个就是爱情 跟你说你也不懂 是掌心雷 这一级无视防御 直接传走了藏龙的躯体 藏龙选手竟然逼迫张灵芸 第一次在在场上 使出了天使服务的雷法呀 是黑色的雷 我这个亲娘太酷了 这一脸禁誉的张道长 看来根本不相信爱情 也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只好用雷法刺激藏龙的精卖 使其内脏受损倒下 张灵芸这是要一招致敌呀 圣者张灵芸 张灵芸这一惊 不仅结束了比赛 恐怕也结束了藏龙的爱情 好 东西庄国家的断魂长 果然名不虚传啊 胜者 不胜 这下手也太狠了 哪是来比赛的 分明是玩命啊 妈 我吃得好是呢 走死床垫子太软了 把咱俩抗水的送付 好吧 再过来一趟 乱吃刀 你不放心吧 套娃呢 不是 不是 没有女娃 哪来的女娃 饿席卷的 桌面睡觉的都 明天再当啊 好好好 西部贾家村的传人 这么有少女心 你就是那个什么 风家的大小姐吗 我哥的账 我还没找你们风家算呢 你哥 既不如人 还不讲武德 搞背后偷袭 没意思 你别让我在比赛上碰着你 到时候别怪我 出手太重了 你 你要干吗呀 你要干吗呀 看了也没用 我最瞧不起的就是 你们这些只会用异能的人 送了 不用异能照样赢你啊 送你啊 你修饰俊姬太好了 我也可以 姐姐我靠的是实力 收好 走了 这 你修饰俊姬太好了 你干吗呢 饿 饿 不然我带你吃东西去啊 走啊 去哪儿 去哪儿 不过你吃什么你也不说 原来为了这个呀 眼光不错嘛 不过兄弟我提醒你啊 人家可是堂堂天下会风家大小姐 姐 去哪儿了 找你半天了都 要你管 我跟你说 怎么了 咱眼光是不是太高了 不过不要着急嘛 来日方长 你不嫌大呀 几张 哎哎 去哪儿啊 猜楼 你吓我一跳你 你刚才跑那么快干嘛呀 回吧 咱明天还比赛呢 你要不走 我先走了啊 好饿了 那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好 你愿意给我吃吗 哥 我刚不是说带你去吃饭了吗 有个叫财路都被害了 说你身上的气啊 就是气得一干二净 说不就够了吗 借了我的气 它就是要还的呀 用什么手段 那那我就管不到了 除了这种事 哪儿都痛一定会借路的 到时候如果胡姐拿不了通天路 怎么跟代表们交代呀 你还真以为她能够拿冠军呢 这不是我们的计划吗 送胡杰上山 这是为了啊 给龙虎山找点乐子 增加点麻烦 凭此而已 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谁不知道你管胡道最讨厌见险啊 这种事告诉你有用吗 二饼 哎 胡子 成了 这就是张希霖的记忆吗 嗯 只是一小段 非得这么大事 花这么一长时间 就是一小段啊 不一样 这是她死前的记忆 我能知道是谁害死她 原来我们一开始就错了 这 这个发现比气体原料还要重要 各位 准备一下 咱们要大闹龙虎山了 但在去之前 邀请一个人上山 陪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 雨翔 南部还是被雨水覆盖 有湿冷的感觉 雨翔 部分地区降温可达十度 未来三天重庆都是雨天 出行请带好雨具 许相 杀下张锡林的凶手在龙虎山 一不来吗 有惊喜喲 呃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这么大的本事 怎么就干这些偷鸡梦 摸狗的事儿呢 我以为谁呢 你不会以为 又是哪都通来抓你了对吧 给你个报仇的机会 那个让你咬牙切齿的徐翔 去了龙虎山 没有公司总部的层层关卡 你可以动手了 你想让我杀了他 我就是想开热闹而已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相高 我陪你一起去嘛 万一我还是实行 我也好帮你挡一挡 不用 你久留在这里 我处理好了就回来 那路上 你得要注意安全 多加小心哦 谢谢啊 张初兰 吕老爷子 王老爷子 请你过去一趟 吕老爷子 王老爷子是谁 我都不认识 我两位老爷子认识你爷爷 那就让他们来找我 放心 两位老爷子找你过去 只是为了说两句话 龙虎山上出不了事的 那我 给我朋友打个电话 走吧 我应该来说 你不认识你 皮肚子 这个是个人 我都问你 我认识你 pos 一个人 我认识你 我们再送一 counselors 这位是王矮老爷 这位是吕子老爷 您二位就是王老爷子 吕老爷子吧 张初兰 可见到你了 张初兰 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末角 赶紧把气体原流交出来 想要什么随便开 又是因为这个呀 您二位老爷子神通广大 消息肯定也灵通 那你们肯定知道 全信找过我 哪都通业找过 对吧 如果我真会什么气体原流 早就交给他们了 张初兰 披肤无罪怀病其罪 只要你交出气体原流 没人再找你的麻烦 我也想交啊 可是我不会 我怎么交啊 小子 我们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有没有 我们一定会弄清楚 张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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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我 张初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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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是老夫的曾孙子 是吕工的亲爹爹 太爷 我没有这个弟弟 就是一个必须守任的畜生 你也不能这么说吧 就算吕梁家入了权姓 那也是跟你们 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啊 一家人 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 这个畜生 她杀了自己的亲妹妹 杀了我的妹妹 张楚兰 没错 我吕工就是贪图你的气体源流 因为我想要力量 我想要力量 去铲除这个世界上 像吕梁一样的畜生 你想要力量 就要把我气体源流 不是 而且我是真不会气体源流 别别别 这明魂是我师父的 这东西在脑袋上可不好受啊 放心 明魂的深入操作 我没那个畜生有天分 我只会在你的体表 浅浅地覆盖一层明魂书 但那样 已经足够让我判断 你是不是在说 别别别别 找到了 张楚兰 你跑这儿来干啥 张楚兰 这帮人在为难你吗 为什么不告诉我 哪来的野丫头 敢在两位老爷子面前撒影 别别别别 别别别 旅公老乡 我接受你的措施 帕二姐 你先去外面等我 张楚兰 我问你 旅公老乡不用问了 我爷爷没有把气体原流交给我 也没有对我透露过半顶 气体原流的事情 我们想会拉着 他说的 是张黄 来吧 让我问个亲手 吕老王老两位老爷子 找我们公司小伙有什么事吗 这次一人演武大会 张楚兰是后起之秀 焦点中的焦点 我们爱才心切 请他来坐坐 承蒙两位老爷子厚爱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带他走了 走 等等 张楚兰 你知道你爷爷 为什么突然从天师傅消失吗 化名张锡林 隐姓埋名几十年哪 因为他祸乱一人尽 而且勾结权姓妖人 刘老爷子 当年发生了什么请您告诉我 我只能说这些了 细节呢 我不便越走呆跑 因为这里头牵扯到 天师傅的家者 还是等老天师亲自告诉你吧 送客 不用了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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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了点刺激 宝宝 我这都还有事 你帮我看好的 嗯 放心吧 别耽误比赛啊 没点死 他比比赛总呀 我去吧 虎杰 你什么时候还妻啊 我被人盯上了 而且这里到处都是人 根本找不到机会下手 那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能不能再多给我几天 多给几天 你在跟我讨价还价吗 一个小时 我就给你一个小时 你赶紧给我找一个猎物 还不上期的话 我让你生无若死 下一场比赛 胡胜对战白氏雪 请两位选手提前后场 我重申一下比赛规则 如果对手倒地或对手认输 即为胜利 如果对手已经失去意识 绝不能再出手 更不能伤及性命 明白 这位选手 如果身体不适 可以申请延期 不用了 赶紧开始吧 萨儿 胡胜的家里找到了胡胜的尸体 那现在比赛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待会儿就知道了 把你去赵老天是善良对策了 他让我们盯着假胡胜 我们照做就是了 胡胜 对白氏雪 比赛开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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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人秩序需要维护 我们会彻查此事 你说袖手是胡胜 他不是现在在比赛吗 依人演武大会 是龙虎山的盛事 正是估计到这一点 我们才没有贸人动手抓人 谢谢徐主任承见 不过徐主任 我还有一个问题 胡接不过是傀儡一个 不至于你亲自跑一趟啊 这个事交给徐三徐四 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 你不放心的 是张楚兰吧 天使 您误会了 楚兰刚来的时候 到我这儿打拧了好几个问题 华语身上的秘密 家臣之乱的真相 是楚兰想知道 还是哪都同想知道 还是说 是你徐主任自己一想知道 老天使 您放心 我绝对没有利用张楚兰 我也是为他好 如果你真心为他好 我便怀疑谢谢你 你是在吞噬我的气吗 我劝你还是认输吧 再这样下去 你的气就要被我耗干了 我的气 耗死了 你现在 就让我尝尝 你的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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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胡杰已经开始动手了 老天使 我该走了 这次一人演武道会 与胡杰强的大有人在 胡杰是沈冲的傀儡 吸了不少人的气 他的实力已经远超同辈 看来徐主任对后辈了解得不够深 江山带有人才出 武侯家的诸葛清 你觉得如何 武当山 王爷 你又觉得如何 他们都还是孩子 咱们这些所谓前辈名家 各个都高高在上 什么时候关心过年轻人呢 这次一人演武大会 他们可都憋着劲儿 想吓咱们老家伙一跳呢 又送来一个 今天我可以还了 畜生尚且知道 同类不相识 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吸食他人的气 简直畜生不容 我去 你小子可以 你是看不见我吗 四盘和火 哎 胡说啊 哎 胡说啊 这倒是 你的气 也够我慌的啦 哎 就当是 给我加了把刺赛 拿来吧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冷静冷静 你行啊你小子 赶紧把这破账都给我解了 你都下来了 你行你上呗 交给你了 我歇会儿 稀儿 胡杰被控制住了 你我身上淡得都不轻 是时候放一放了 这些孩子了 会把咱们扛起来的 现在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 等等 这是什么 这是王二狗选手自创的功夫 刘彩虹 在自己的技中加入了暗示 他所进行的所有攻击 都会影响对方的情绪 被这招击中 凶多吉少啊 冲了我的忧郁之蓝和怯懦之黄 不但勇气会尽失 就连情绪也会无比低落 怎么样 这下老实了 自我暗示 红色调 狂热血 这狂热血 我就说这小子肯定有机会 小姑娘 为你之前的行为付出代价吧 王二狗选手成胜追击 我们看看这一拳 能不能一招地神副 王二狗的狂热血 居然完全没有作用 这个疯宝宝也太厉害了吧 真是深藏不露啊 我们看到王二狗 又挣扎着爬起来 厉害啊 你看不透 你好像做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也没做 是吗 完全不受刘彩虹的影响 其实是老天师 也要历经世事的修炼才行 一个二十周多的小姑娘 心智怎么能温柔抬善 来吧 冯伯伯 你想我看看你是什么颜色的气 你想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怎么可能 无色之气 竟然是无色之气 不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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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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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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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姑娘怎么会是无色的气呢 好久不见啊 张初来 你别别别 别激动 你不想知道大娘的真相吗 什么真相 确切地说 这是一小部分真相 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 可以提取别人的记忆 之前偷走你爷的尸体 就是想在残存的记忆中 找到关于气体原谅的线索 抓你也是这个目的 所以 所以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我想补偿补偿你啊 这就是你爷爷临终前的一幕 难道你不想知道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至此都无法忘却吗 想不到吧 原来害死你爷爷的凶手 竟然一直在自己的身边 亏造自然的一幕 想不到吧 原来害死你爷爷的凶手 竟然一直在自己的身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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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